欢迎们好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李娜阿姨的禁闻 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李娜阿姨的近况 过去的24小时 新美歌心绪难平 我一遍遍地翻看着李娜阿姨的近照 一次次地端详着83岁一身世病的李娜阿姨 我想起了1960年代初 毛主席有一次和自己的侄子毛远新谈话 谈到了自己的弟弟 也是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烈士的时候 毛主席非常沉郁 以非常沉郁和悲凉的口气 跟毛远新说了这样一句话 毛主席说 我们毛家人不多了 你要争气 是啊 毛家人不多了 现在我们再细简一下 除了李娜阿姨之外 83岁的李娜阿姨之外 还有87岁的李敏阿姨 还有82岁的毛远新叔叔 那个曾经经经历了十多年牢狱之灾 半身残疾的毛远新叔叔 这就是 毛主席全部的后人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创建了这个新中国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奋斗了一生 奉献了一生的毛主席 仅存的几个后人 竟是这般的婉警 谁不痛心 我又想起了 大陆有个作家 就是任志刚 他在十年前吧 在大陆出了一本书 后来成了畅销书 叫《为什么是毛泽东》 这本书里任志刚 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 毛泽东将自己的亲人 和所有的社会关系 都加入了共产党 而其他党的建立者 都是个人参与 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进出 在这一点上 毛泽东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任志刚先生的这番话 新美歌深以为然 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 毛泽东大传 我们前些天刚刚和大家 聊过了1921年的春节 毛主席和自己的妻子 杨开会 回到了韶山老家 在商务场 老宅里面 毛主席 告诉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们 田我们就不要种了 送给 其他的这些贫苦人种了 房子也不要 留给其他乡亲们住 你们都跟我出去 投身 那场人民大革命中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上午场那天晚上的灯光 那几个兄弟姊妹 在其后的革命 岁月里面 先是毛泽剑 然后是杨开会 毛泽坦 毛泽民 毛主席 毛主席 毛泽盈 直到 毛主席身后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思想 和毛主席未尽的事业 慷慷 慷慨 赴死的江青 毛主席 毛主席的这些个亲人们 为了那场革命 还有毛主席身后的革命的事业 就是这样 慷慨 赴死 从毛泽剑 到毛岸英 革命时期 毛主席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把自己全部的亲人 都献出去了 在自己的身后 毛主席依旧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毛主席当然知道 毛主席当然知道自己身后 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但他依旧直面 未来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侄子 自己的女儿 可能的牺牲 江青牺牲了 毛允新被判了有期徒刑17年 从隔离审查 到作奸 毛允新十多年的 牢狱之灾 而 毛主席身后的这个共产党 强加给 毛主席妻子江青 和毛主席侄子 毛允新的罪名 竟然是说他们要 推翻中国共产党 要 颠覆无产约专政 要 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何等的令人发指 那么 任志刚先生 他说的是 共产党建立的时候 就是参与中共一大的那些人里面 只有毛主席 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其他人都是一个人参与进来的 这个妻儿老小 什么的 兄弟姊妹们 该过什么日子 还过什么日子 所以他们似乎随时随地 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进来 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出去 出走 不仅是建党的那批人 我们看一看毛主席那些战友们 或者说毛主席的这些个同事们 你就说八大 中共八大的七常委 毛流周朱 陈林邓 毛主席之外 你说周恩来 周恩来两个弟弟 周恩朴 周恩朴 周恩朱 周恩朴 跟共产党没有关系 他都没参加过共产党 周恩术 周恩术 周恩术一度参加过共产党 周恩术是黄浦四期的 投奔的哥哥啊 黄浦四期林彪的同学 周恩术 但是 大革命失败以后 27年以后 周恩术就脱了党了 当然了 现在是为尊者会啊 又有种说法 说周恩术脱党 是假脱党 后来呢 说是 这个 周恩来 把自己的弟弟 培养成了地下工作者 还继续 为党工作 正是周恩术 入党之后的脱党 这段历史 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 被群众给 检举出来了 最后是周恩来自己 七笔千发的 自己的弟弟的戴国灵 周恩术 蹲了几年牢狱 后来周恩来跟毛主席 提起这个事 在毛主席的观照下 周恩术出来了 这是周恩来 刘少奇 刘少奇他爸爸他妈妈 生了四个儿子 两个女儿 这其中 我们只知道 刘少奇参加了革命 那老总 朱德 朱德的这个 六个兄弟 两个姊妹 八个孩子家里 我们也只知道 老总 朱德 朱玉 建 投身到了 那场革命中 成为了 坚强的坚定的 共产党人 陈云 陈云有一个姐姐 没听说 陈云的姐姐干过 共产党 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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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表哥 堂哥不说了 林玉南 林玉英 那个我说 那是堂哥 林彪他们家 林彪他们家兄弟 职位总共六个人 只有林彪 和他自己的小弟弟 林向荣 参加了共产党 干了革命 林向荣 后来是 六十六军的一个团长 打太原 四九年解放太原的时候 牺牲了 林向荣 至于那个叛徒 邓 邓四个弟弟 三个妹妹 也只有一个弟弟 邓肯 参加了革命 而邓肯参加革命 还是在1937年 国共第二次合作了之后 才参加革命 那多安全 是不是啊 毛六周术 陈林彤 只有毛主席 把自己全部的亲人 全部投入到了 那场革命中 并且先后 为那场革命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毛主席把自己全部的身心 几乎全部的亲人 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实践了自己早年的救国救民的 红丸 还记得蒋唐录吗 1913年 毛主席的蒋唐录里 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毒蛇折手 壮士断万 非不爱万 非去万不足以权益身也 比人人者 以天下万事为身 而以一身一家为万 为妻爱天下万事之成也 是已不敢爱其身家 身家 虽死 天下万事故生 人人之心 安逸 伟大的毛主席 伟大的多惨烈 就是这样的毛主席 就是这样的毛家人 就是这么巨大的牺牲 直至今日 还要蒙售着 一些畜生 一些混账王八蛋 王八蛋们肆意的污蔑 诋毁 更令人发指的是 这些畜生 混账王八蛋们 至今 还逍遥在法外 还能够在法外 自由着 没有牺牲多壮志 赶叫日月 唤新天 1959年 阔别 家乡 32年之后的 毛主席 再回韶山 写些了 如此 这般豪迈的 诗句 但是 我们 作为 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的 我们 在这两句诗之外 我们 还看到了 毛家 壮烈的牺牲 看到了 无数先烈的 壮烈的牺牲 而 包括 某家人在内的 无数先烈们的 壮烈牺牲 换来的日月 换新天 经过四十多年的 邓氏盖开 从又回到了 暗无天日的岁月 想及此 心 更痛 痛 何如在 最后 再一次 衷心的祝愿 李纳阿姨 李敏阿姨 毛允新叔叔 健康长寿